老师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一期视频呢是想分享一些 可以送别人的礼物 对这是一个礼物分享片 当你预算非常有弹性的时候可以送礼物 价格不等 然后老少嫌疑 这不新年也快到了吗 大家可以想一想 回家探亲有什么可以送给小朋友的 送给爷爷奶奶的礼物 我就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 就喜欢买礼物 首先是一个这个玩意儿 这是一个洗刘海神器 200多块钱 20多了 买到一个洗刘海神器 因为啊 那个朋友们他是一个发量比较少 发量少的人呢经常洗头 就头发掉得快 所以我就觉得他可以直洗刘海 它是接在水龙头上面 就小小的这一张空 今天已经到了洗刘海环节了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吧 这是一个长头发的套装 是我在朋友圈被别人种草的 这个是卡式的小粉瓶 然后搭配这一款 然后这两个合在一起用来长头发了 到了脸的部分了 脸的部分想跟大家推荐这个SK2的神仙水 这个是古年限定款的 你打开看一下 这种限定款就很想必须要拥有一个 是因为它是有主题的 我们看这个外包装上面有几个英文 Can't Must Expecting 全部滑掉 意思就是不要定义自己 也不要被别人定义 然后也就是往新的一年 大家都可以有这个底气 以及有这个勇气 这个是我要送给化妆师 这个 买了一对 然后我是想用来可以给他装化妆刷用的 但是这个也很适合送给小朋友 用来当笔筒用 一个小王子的加湿器 这个适合冬天很干燥的城市 有奖进达小王子的星球是 叫什么 1612 无奖进达 说说无奖吧 没有奖没有奖 然后这个有一点点需要你DIY的地方是 你要把这个小王子和这个玫瑰花 自己给土装上去 里面可以装水 装完水之后 就是一个驾驶器 这个是勾毛线的 我最近勾了很多 可以给家里有宠物的朋友送这个 当然你自己能够亲手给宠物 猫啊狗啊 勾微博是最好的 这个我准备给我的几个干儿子 一人勾一个 这个你们肯定看不到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鞋垫 但是它不是普通的鞋垫 这个是可以纠正的轨型的 你看它的 它的这个截面 它是斜着上来的 可以纠正你的小嘴怪单 但我还没有 用后腌感好的话 在分享给大家 好了 这就是我这次想分享给大家的礼物 我可以选择你们感兴趣的 送给家人送给朋友 希望这种有帮助 拜拜 小红书